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連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 Nancy Pelosi 違反了防疫措施 當時規定 髮型屋要暫停營業 但是眾議院議長裴樂西 就去到髮型屋製頭髮 還沒有戴口罩 所以有很多報紙 但買得快就大損了, 美國 我看這個報紙的標題 就提到hypocrisy 但這個字我查字典 也說不出為什麼 因為沒有hypocracy這個字 原來就是hypocracy 這個報紙的標題就是在玩這個字 Playing with words 那我就知道 hypocracy就是人家虛偽、偽善 和表類不一 如果說人家hypocrite 就說他是一個虛偽的人 沒錯, 這個報紙應該會這樣用 因為Nancy Pelosi去了弄髮 不應該去的 店長長了, 他就靜靜地去了 所以就說他是hypocrite